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宗祖师爷的角度的话 你一说话已经一报纸过去了 你啥说也错 只能是不执声啊 不执声其实也错 就是对接了 看你的根基在哪里了 这就是以前有一个佛陀称 就是叫佛陀称 佛陀称去辅助帝王 他是一个成就很高的法师 因为佛陀那个帝王 那个帝王是很财暴的 就是乱杀无辜警察 暴君 他就是为了阻止他 乱杀无辜 他就做了国师嘛 就一直跟着他 叫他发动战争啊什么 他也不准 能来就来 不能来 就看着 但是有一天那个暴君问他说佛是什么 说到底佛是什么 然后佛陀称说佛是不杀 那就是根据他的 根据他当下那些佛就是不杀 你要修行成果 你就不能杀 因为他太财包了 但是他对一个懦弱的人或者什么 他肯定不是这句话 没有空性不可说 对你 你需要听什么 看你需要听什么就说什么 这就是空性 你了悟了 没有东西不是空性 空性就在这 空性在每一句甚至谐聊里 每一句你认为毫无意义的言谈里 甚至在一口谈里 甚至在一直咳嗽里 甚至在一个病态里 空性就在那 因为头脑是不知道的 这就是开悟了 所有的言谈里都有开悟 你已经看到开悟了 就是当你说去找什么 开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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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开悟 他每个人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就是开悟 他由他的角度才说了开悟 空性包含一切角度 哪个角度都是虚幻的 哪个角度都不珍惜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来听 你如来的心 你有一颗如来的心 如来的之间 安住在那 活在当下的那种状态来听 所有的都是开悟 所有的事情 这个世界任何的音乐 美术任何艺术 高雅的 繁熟的 平衡的 所有的一切 不外乎开悟 都是开悟的 就是一切里边都能借到 如来本心 都是开悟的 每一个人的回答 甚至都是开悟的 所以耿耿于怀的求 一个开悟的状态的境界 已经是早向 所以开悟就消化 本来到最后最终才终的东西 当我去说一个人开悟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我现在就说 哈哈老师你怎么说 他开悟了呢 他开悟 他失陷出什么来的 当这个人这样拍着桌子 去说的时候 他开悟离他太遥远了 真的他不知道 什么叫平常 平凡心啊 就是内在的那种平凡心 就是他太自我了 就是那种自我的东西 马上就爆发出 他怎么开悟 我不开悟 我怎么能不比他强好呢 这种人的一些 这就是已经进入无名了 没有东西不在 已经说到底了都是佛 没有 每一句 你每一句言谈 都是不同层面的开悟 老实说 只是在佛学的出世界法里边 只是在某一个说 你是不是果为成就了 能不能安住在这个状态了 在出世界法 在解脱轮回这一块 在佛的界地这一块 有一个开悟的 还在到位上最后有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指标吧 或者是就像水开了 有一个一百多 有一个指 说你在某一个地方 突破了一个指左 突破了你在某一个地方 来进入一个质变 但到最后你发现 到无处不在的时候 什么不是开悟啊 你安住在这的时候 什么不是开悟啊 哪一个东西都开悟啊 哪也都开悟 他有他的生命方式 他有他的追寻 他有他的甚至用心轨迹 那不是开悟吗 他难道不懂的吗 早生晚死的一个细究都懂的开悟 那都是开悟 一旦诞生了出来 睁开眼看到这种世界 看到光明黑暗 那就是开悟 是我们执着了 我们执着了 不知道自己是开悟的 我们执着了 我们执着了 我们用分别心来看这个世界 不知道自己是开悟 执着了每一个分别的东西 执着了取舍 执着这个 执着这三个 然后取舍 要这个 不要这两个 取舍了 不知道一切都是一 跟你的心无二五 佛跟开悟是如此的平常 比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平常 真的是我们头上放光而已 我们头上冒光停不下来 我们早在光 我们早在 伟大的 神圣的 浩瀚的宇宙的星河里 早向在这些里面 执着在这里面 我们要伟大 要不同寻常 要去追寻幻想 梦想 其实这也是开悟 只是 都是啊 不同层面的 当你回归到 零的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道的状态 或者零的状态 哇 无处不在的开悟啊 大到自解 回归到到位上来 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什么都不神奇 剩下的就是 每个时空的游戏规则 而且我们在这 我们人力在这个时空 已经变得非常迟动 非常的愚笨 就是 就是 其实都是开悟的 只不过是我们 执着的太厉害了 就显得笨拙了 就是没有 暴海气的那种视角 就是那种 他的盲区太多 那个视角盲区太多了 盲区太多是 他死盯住这个了 死盯住手机的时候 其他的绝对看不到 他死死的 满身心的盯着一个东西 和我的 就是盯住我 或者我的东西 剩下的就看不见了 其实 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 你看 大部分你站在街上 成为修行人 说要发心啊 或者 你去看 每个人脑子里 头脑身心系统 每个细胞里想的 都是我跟我的 就是要么 我的角色 我的未来 我的过去 然后我的 父母 我的孩子 我的亲人朋友 我喜欢的 不喜欢的 这就是唯一的 这就是盲区 这就是局限 一旦这一块 破不掉的话 你不会打开 你不会看到道的 道就在那 不是说道有多神奇 就像这个桌子上的东西 是一点也不神奇 什么都有 但是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 睁开眼就能看见 恰恰你是看了 看了这样子 就是 就是看到这儿了 然后呢 看了这么细细的 在不在 在还在那 买法 都不已 仍然在那 道就在那 所以开悟 成道病不能那么难 打开那个局限就行 好多人一直在一直在争论 这个难度 难度就是不想放置我 就是这样 就这个自我太难放了 就是这样 除了自我 如果放不下自我 永远不可能成道 就是这样 永远不可能圆证 只是说 刹那之间那一刻 去解脱了一下 处在一个如如不动的境界上 那一刻无我无他 那个境界 那一刻 感受到了道的平常 突然就有消失了 可能随着时间就有消失了 自我的东西 一升起来就完了 有自我 就对立面了 他 你 有我就有他 有你有世界 就对立面 对立面一升 二元对立的产生 有我有他 这个一产生 这就是已经在维度里面 回到了三位 在维度时空里面 慢慢在缩小 一下子回来 有我有他 这样的这种认知角度 你不是涵盖一切的这样的认知 而且是 我跟他一下子把这个世界 宇宙的三十三位 一下子说到了 几十位 一天说到了二位 二元对立的成 时空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盲虚角度全是自己的心制造出来的 不是我们不幸诞生在了这个世界 诞生在了人道 是我们的心制造出来了这个美 你同样可以透支我 然后去制造出多美的 这就是视角 你说的所以你说的视角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有天也会也法也佛也 眼睛佛也看世界 大家都是佛嘛 都是开悟者 只是那个开悟者坐在那那么执着 那种佛那么执着 都是开悟者 都是佛怎么不开悟呢 都是佛肯定都开悟 佛都扯了怎么能不开悟 那佛的坐着呢 他就是你看着他就是执着在那 看着那种佛执着那 看着那种佛执着在那 哪种佛没那么执着 就算是 哎呀这种佛解脱呀 快解脱了 你看 没那么执着了 这种佛快回来了 回到本源了 就是这样 你会看到说 哎呀这种佛快回到源头了 快展现他本源的品质 源头的品质 那就是视角 源头的品质就是佛也看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由佛也看世界 平凡的美啊 平常心的美啊 就是心 心 你怎么样 你说的视角也对 心就是视角嘛 心又不是这个肉团团 也不是这个眼睛 不是意识 心 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视角 都可以 那你恐惧 不敢放置我的原因 就是我们 除了不敢 很恐惧我们 因为你觉得放下自我 你会死亡 这些是很恐惧的 你甚至不敢放 你拥有的任何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 我是不敢 不想放的 就算是一把扇子都不想 我的为什么是你的 这是我的 为什么能变成你的 我的就产生 所以他放置我 放置我是在 他这个东西并不重要 佛不是说看你 这个扇子不重要 他只是个道具 他通过这个道具来 视线你这个我到底在不在那 你这个我破镜没有 他是用这些来解验你这个我的 那心性上你的杂质在不在 你心性上你的毛区 你的三维角都打开没有 你的视角开 开阔了 你站在宇宙 你站在这儿看 还是你在这儿每天 你在水里跟他争 每个人的承受力都很强 只不过你 他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 他会 他会 如果一个人学了佛 我觉得他的承受力 会逐渐增强 每个人都孤单 但没有人承受不了孤单 每个人都孤独 你不可能解决别人的孤独 因为他是自我的一定孤独 自我怎么可能孤独 他只要是自我的 他也从万物里分离出来 怎么能不孤单呢 就算他这一刻找了一个伴儿 他觉得在人力 人力这个找了一个跟他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孤独 那个伴儿永远有一天 不可能变成他 除非两个人是心心相依就是一个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总有一天再分离 因为有某种某一刻的合一 所以可能感受到了不孤独 但是下一秒他就又分开了 只要是自我的 一定又重新分离 我们只是有时候活在一些 因为我们很简单嘛 人力很简单 活在一些事情里 不许不觉得孤独 比如工作里 事业里 音乐里 音乐艺术 活在你喜欢的一些事情里 让那些事情淹没了你的孤独 就是你不再想你是孤独的 还是 你可以跟很多东西同在 比如跟艺术同在 跟绘画同在 跟文字同在 你看书 看琴棋书画 都可以 一个人 有的就 他就投在那里边了 有的书吃 甚至茶吃 喝茶的 就叫陆语啊 这些茶圣啊 或者这些 他完全的投入那个东西 跟那个合一 他也感受不到孤独 但那都是痴迷 痴迷就是吃进去了 那都不是开悟的状态 但那样 那些痴迷的一个东西 也有意开悟 因为他想合一 跟任何东西合一 都有可能开悟 可以打破自我的 其实所有的角度 只不是把自我破掉 开悟只是自我 在不同层面的破掉 迷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能真的 全然的迷在一件事情 也很了不起 而且很长时间 一直这样也行 而且里边 不考虑自己的角色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 很多人是迷在感情里面 有的人很喜欢 一个人就全身心的投入 但是他里边 他跟迷在琴棋书画 不要 迷在琴棋书画 是完全投入 就像陆月茶生 他是完全投入 这茶的也就有 雪茶 水 茶壶 这些火 他不断地在去配 但是他对茶没要求 但是爱情不要 两分感情在一起的时候 他迷进去 他就要要求对方 他会要求 他就会受伤啊 要求 但是琴棋书画 艺术其他的不要 他进去他 他如果不是一个商人的话 不准备把他的画 拿出来卖的话 他就完全的就是 在这艺术里面 他是跟他周围一起 没有要求的融入 没有要求的 没有任何条件的 全然的融入 而且持续很久 接触到佛学的东西的时候 也有可能开悟 有可能开启 所以顶尖的那些艺术家 不管是书法 或者是甚至科学家 不管是那些 那些人 专注力很强 如果他一旦接触了佛学 他很容易突然就解脱 他其实是我 我自我没那么强 如果他不是很我慢的话 觉得我是最好的 我是最高的 他没有这种想法的话 他只是喜欢 融进去的话 他在意境上 创造的空心 一点力量也没有 一点用也没有 真的是到最后 你遇到一点点小事上 你就不行了 在意境上 或者是在境界里 创造出的空心 都没用 都没力量 你在三维这么一个 小小的一个维度里 你都会失败 你都会着想 你都会不会设计失控 别说真空生妙用 每一个念头也没破 每一念 不是去哪里破 在你的另在破 每一念调整你的角度 那我就是应该去见了 那我痛苦不堪的 那不是 你现在不痛苦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个痛苦来破呢 你在当下 比如说这一刻 你什么也不想 那你安住在当下保持吧 就挺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 让自己再找个痛苦来破呢 你放在这 比如说 你能 你去保 假如说目前你很清净 很清净 不喜不悲 也没有太抗风 也没有太 那保持这种境界 保持住 如何不动 活在当下 让自己全身性的活在当下 然后再做别的 瞧呼吸 让你的呼吸 绵长细有 然后呢 你的身体会转化 这种状态很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去破坏这种状态 声音已经陷在那俩级了 就是 遇到任何状态 在那个状态破就行了 每一年 没有 因为我觉得那个状态 当时是很舒服 就是 我不再让你孤单 不想要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 顺便 OK 从这破 当你觉得我不再让你孤单 你很喜悦的 当这个不断 什么触动你的时候 你知道吗 孤单 这个是什么 你是有孤单的像的 你要 你要给他们爱 你觉得你给了爱 他就不孤单 所有人都有孤单 不是 所有人都有孤单 但是孤单没有形象 没有像 你要不着想 不浪费 你都孤单的孤单 心里的那种怨 我知道 但是 那算不算破呢 不算 是因为你 你心里还有孤单的像 如果你有像的话 你永远破不掉 你也帮不到别人 你自己懂得什么是孤单 但是你了解 这个是 在人类就是叫孤单 在人类这种状态叫孤单 这是假的 就是说 就把这种状态叫一个名字孤单 它没有 其实它没有什么内涵 是那个孤单 是你那些体验过 赋予了它更深的意境 没有 当时的孤单 还不是那种孤单 是一种烂的一个代语 我明白 因为那个歌词触动了你 因为歌词触境了 触境 触境 就触动了你的心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有些孤单 或者是 你渴望陪在孩子身边 你觉得孩子是弱小的 孩子是需要陪伴的 或者是如果出现你的孩子 那可能说很多人 因为 其实你刚才说这种 我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又看到了这个宇宙 那是一种爱啊 你希望你的爱给了你的小孩 让所有的人 就是用爱来陪伴嘛 就不孤独嘛 其实你潜意识去想一下 我们内在 你是找 爱给孤独的相对 就是说 可能你渴望爱 渴望陪伴 就是说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才懂 就是渴望爱 渴望陪伴的人 都是孤独的 如果一个小孩 他这样想的话 也会孤独 一个小孩 他渴望爱 渴望陪伴 他就是孤独的 因为他觉得 他是缺失陪伴的 因为他 佛学 他是最后 佛的智慧是最后 让你 佛也看世界 是你的心的圆满 功德圆满 是心的圆满 你知道心的圆满是什么 是你不再缺失任何东西 你内在不再缺失 你不缺陪伴 你一个人行走在这个世界 哪怕地球毁灭了 你就剩你一个人 你都不缺 你没有缺失感 你知道 没有一丝的缺失感 就是那叫圆满 那个圆就化圆了 而且那个时候 才懂得爱无处不在 就像个人 你以为 你对 那是 你也不缺乱 再过来 你不缺乱 你也不缺乱 你也不缺乱 你不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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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